按着小碎步 慢慢地靠近一头正在觅食的野驴 然而等它靠近迎接它的是一只硕大的驴体 小羊羔瞬间飞出两米多远 藏野驴 我国西藏地区一种特殊的动物 体长达两米多 体重250公斤到400公斤 外观上比起家养的驴多了几分矫健 远远望去其身形更像野马 藏野驴野性十足 警惕性高 擅长奔跑 并且有着十分强悍的攻击性 这只暴躁的藏野驴居然咬住了一只狐狸 也不知狐狸怎么招惹它 藏野驴死死咬住狐狸 叼着它不停地来回甩动 这不死不休的气势 连旁边的黑狗都不敢靠近 藏野驴甚至觉得这样还不够 将狐狸丢在地上 然后一口咬住狐狸的喉咙 继续地甩动 被锁喉的狐狸无力地悬在半空 明显已经被藏野驴折磨致死 藏野驴杀死狐狸不算什么 就连雪豹这种大型食肉动物 也不是它的对手 这只藏野驴被天敌雪豹所吼 但它此时并没有显得太过于惊慌失措 藏野驴不紧不慢地拖着雪豹原地徘徊 并不断伸出前腿攻击雪豹 反观雪豹却有些骑虎难下的意思 因为体型的差距 咬住藏野驴喉咙的雪豹只能半旋在空中 而且雪豹为了保持锁喉不间断 还需要利用自己的前肢死死地抓住野驴的脖子 这样的姿势对于雪豹的体能消耗很大 而拖着雪豹不停行走的野驴也不轻松 体力的消耗和被撕咬部位的疼痛 使得野驴不得不趴在地上休息 但这样一来也给了雪豹恢复体力的时机 体力稍稍恢复后的藏野驴 强忍着疼痛慢慢站起身子 随后拖着雪豹原地旋转 再趁机低头不停地咬向雪豹的肚子 雪豹吃痛急忙松口 藏野驴顺势抬起前肢对准雪豹砸了下去 负伤的雪豹只能迅速远离藏野驴 而此时藏野驴不但不逃 还直接对雪豹发起了攻击 雪豹见它如此气场也只能兴兴而进 亮枪的身影和最后那一瞬的回头 写满了雪豹内心的无奈与不甘 藏野驴作为我国一级保护动物 不但攻击性强悍 而且还极其聪明 在干旱缺水的时候 它们会在河湾处选择地下水位高的地方的绝境 能用蹄子在沙滩上 跑出深半米左右的大水峰 当地牧民称为旅景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